这是被誉为台湾最干净的爱情电影 也是无数青春文艺片的开山之作 据说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看到初恋的影子 故事发生在一个闷热潮湿的夏天 高中生克柔和闺蜜月珍坐在树下乘凉 月珍第一次和她说起了自己暗恋的男生 为了让克柔看得再直观一些 月珍远远地走到一个男生身后 故意多绕了一圈 但是距离实在太远 克柔没有看清男生的样子 只看到她穿着花衬衫 你神经病啊 当年跑圈干嘛 你不是想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是谁啊 这是刚刚我在身边多绕一圈的那一个啊 张世豪 九七五班 为了看一下朋友喜欢的人到底是谁 克柔放学时故意跟着张世豪 祈祷他身旁望了一眼 然而正是这一眼 却成了一个美丽误会的开始 这天晚上 月珍拉着克柔去学校泳池 偷偷看张世豪游泳 月光下少女的喜欢羞涩而纯粹 如同水波般涌动 月珍想要认识张世豪 却没有勇气 便怂恿克柔帮自己问联系方式 克柔无奈地来到永池旁 告诉张世豪自己有朋友想要认识他 然而还不等张世豪回答 学校的教官就拿着电筒前来巡逻 克柔见状赶紧和张世豪躲在了角落 等到教官走后 张世豪追问是谁想要认识自己 克柔呼唤着月珍的名字 却不想他因为太过害怕自己跑掉了 其实根本就没有林月珍对不对 是你自己想认识我吧 克柔气鼓鼓地骑着车离开 张世豪一脸笑意 怀疑就是克柔喜欢自己 这份怀疑在不久以后变得确定无比 月珍依旧痴迷着张世豪 甚至偷偷收集着关于他的一切 他穿坏了的球鞋 落下的游泳眼镜 甚至喝光了的矿泉水平 全都被月珍视若珍宝地收集起来 那天月珍抱着头戴张世豪面具的克柔 想象着那个无法靠近的怀抱很久很久 终于下决心写一封情书 然而因为胆怯 属灵时他写下了克柔的名字 不知情的克柔帮他把信转交给了张世豪 隔天却被调皮的男生贴到了学校的大厅 张世豪和孟克柔也遭到了教官的严厉训斥 孟克柔有点生气 而张世豪却在那里傻笑 你根本就没有林月珍对不对 是你自己想认识我吧 我叫张世豪 你却出欧情 有种对其他事 我还不错 克柔没有理会他的话 而是生气地回到教室质问月珍 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名字写信 月珍愧疚地不敢说话 两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冷战 另一边的张世豪则开始了对克柔的追求 他总是骑车跟在克柔的身后 总是光顾他家的水饺店 虽然克柔总是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可在他的眼中却有种说不出的可爱